听说 干嘛18岁 的潮人用的都是这种充电器 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风香焦 今天带来的是魔兽的湖中骑士 胸向充电中心 下面一起看看吧 视频开始之前也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外包装正面就是胸向本体 整体配色和设计都很赛博 内容物包括一个充电中心 一个发型特效件 一根电源线 还有产品说明书 打开头顶活动部件 就可以装上发型特效件 外观上涂装还是无可挑剔 漆面表现和成品有的一拼 即使是小胸向 但整体分色和机械细节都做得相当不错 头部还带有可动 眼部带换彩效果 而插上电源线之后打开背后开关 眼部和底塑亮灯 灯光强度够 视觉效果也就更上一层 两侧带四个充电口 其中橙色是支持18瓦快充 白色则是普通充电 值得一提的是 普通骑士胸口是通过联动展开的 后颈和胸口内里都有细节刻画 胸口打开后即可看见 它是吸充电位 支持苹果快充 拿出五层猴胸向充电中心看看 可以看到地台处的颜色和一印不一样之外 造型别无二指 一样是有对应金属银牌 再拿出普通骑士成品对比看看 胸向上的一印细节更多 整体线条上也会有些许差别 发型特效件略有不同 但也可以相互替换 那既然有两个了 大家也可以随意更换 我想把这玩儿染成绿的 总结一下 同系列两款充电中心 在功能配置上其实并没有很大差别 但活中骑士这一款在细节刻画上更为精细 加上联动的玩法趣味更足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不过当然还是双入更佳 一左一右放在办公桌上 那还不是办公室最要远的存在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封香蕉的雪子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